新鮮魚漿打製出來的Q彈口感 種類多達四五十種 讓這間在高雄國民市場的魚丸攤 有如丸子博物館 每天從清晨三四點開賣到下午 一賣就將近半世紀 低代老闆沈昆山與太太蔡蘇英 從一顆小小的魚丸開始創業 每到過年中秋等節日 魚丸攤一天就能賣出將近千斤的丸子 能有這樣的好成績 裡頭有很多專屬的市場生意學 來聽老闆分享他的生意經 清晨四點 天色微亮 高雄國民市場這間魚丸攤 就在月色海高掛空中時 開始一天的工作 沈昆山從十六歲就在魚丸店工作 現在已經年過半百 來回在魚漿 魚丸 花枝丸這些產品中 度過超過四十年歲月 火雞應當大約三十年歲月 那時候剛才有我們高雄 剛才我們在做啦 因為我們去菜市家說 哇 火雞我去看 哇 一堆火雞要花多少錢而已 哇 這要買一買來做完了就好了 那時候火雞做完了又比較出現是怎樣 火雞照片是比較貴的 火雞都要吃魚丸就好了 那要不要吃那麼多的魚丸 所以對那個時候 然後三十幾年前才 到這裡不見 要把花枝打成漿 過程看似簡單 裡頭卻有行家才能掌握的訣竅 花枝我們會處理過 第一個要先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看有沒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頭跟身體也會分開來處理這樣子 因為頭的處虛比較長 那我們等一下記憶在小切的過程之中 如果處虛太長的話 它比較沒有辦法切得比較漂亮 那我們希望它切起來都是很均勻的 每一塊大小都一樣 所以我們會把頭跟身體分開來處理這樣子 這個食材處理有秘密 傀儡機底下的是大理石 而不是白鐵 這又是另一個原因了 食材的表面就沒有像金屬這麼光滑 所以當我們這個雷錘 在跟它進行表面接觸的時候 它磨的那個力量會比較大 那它就比較容易把魚裡面的蛋白質 還有包括它的這些紋理 磨得更均勻 更細 然後魚這樣打起來就會更平均這樣子 每個細節都是一個關鍵 小小的魚丸要好吃 不是隨便就能做出來 小小的市場魚丸灘要經營將近半世紀 也有不少細節得展現故後 這是那個菇菜蝦劍 菇菜的火雞蝦劍 這因為有菜 這個蜂要特別稍微就是一定要水油很硬 對 它裡面比較沒有那個空隙 這裡的口感還有額更好 蝦梗裡面的蝦 它的水油是火雞 蝦 蝦 這些青色的骨材 蝦 蝦是用我們的海鮮 對 海鮮的背景 那你那些都是一塊一塊都會有關係 因為 一般人是都鑽下去了 我在做事 一塊一塊都是海鮮的 你看看這都是海鮮蝦 對 如果你一般會背蝦 它就不會吃蝦 背蝦比較白 對 它背起來比較白 海鮮蝦 蝦 你就要把海鮮打好 蝦 我們要記得 我們要把它攪拌給它精靈 這樣就好了 不可以把它打一打 它整塊就嘴了 你就不要蝦蝦 那個口感以外 它的價格也不一樣 高達四五十種品項 有常見的白魚丸 貢丸也有費工的蝦捲苦瓜崩 每年現做 這是省家的堅持 工貼好 然後一百塊左右而已 還有不用撩工 你做這樣 平時用雞魚針 你工貼的 他就是用 山魚針 好 用山魚針 山魚針 很不一樣 裡面的材料不一樣 自己選食材 自己下去打漿製作丸子 沈群哲從小就跟在爸爸身邊 也習慣了這種 得每天製作 數十種漿料的作業模式 我可以單一種類 我一天大量生產 然後我分段 可是其實 你還是得每天都做嘛 那時候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既然每天都要做的話 不如我們就盡量用新鮮為主嘛 那我們就 每天要做的種類比較多 可是相對我們每天做的量就比較少 那我當然也可以像 大量製作的方式 就是我一天可能單一種類 我做很多 但是這樣子做起來的話 你可能一天用不完 你可能就會 那第二天這些就變成是隔夜了 那第三天又隔兩天了更久了 那其實這樣子對食物 食品來保存來講 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我當天要用多少 我就做多少 如果說我今天要求品質好 這個我就必須去接受這樣的做法 那我今天如果覺得說 我是要大量生產的 我是要走冷凍器 我要走冷凍食品的 那當然我就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大量生產省了成本 新鮮度卻有差 更重要的是無法隨著客戶需求 激動變化 他要慢慢的去跟著上 這個大家的口味的改變的變化 去迎合他 那所以說就會變成說 種類越來越多 口味越來越多 會這個樣子 那每一個業者 因為現在市場競爭激烈 消費的速度節奏也很快 所以每個業者都希望 他的產品要跟別人不一樣 來配合他自己 可能他的店的風格 或是來對應他的售價 那每個人的要求都不一樣 那魚丸這個產業很好玩 就是說 那魚漿是個很單純的東西 那你要怎麼樣 把它做的跟別人不一樣有變化 那對我 我覺得這常常就是我成就改的來源 單純的產品要有新意 小攤才能和大廠競爭 所以飯店的業者 或者是說 也不一定是飯店 或者是某一些知名店家 他就會希望說 我的魚丸 或者是我的產品 可不可以跟別人有一點區隔 那當然啊 比較普遍的做法 就是可能加入雅惠的食材 比如說這個 鮑魚啊 或者是干貝啊 這種比較高檔的食材 甚至有海參啊 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你說一般的這個大工廠 他可能也不需要 也沒有辦法去做這種東西 那對我們而言 我們就很願意去嘗試 人生就是不斷選擇 量化生產用產量拉抬價格獲利 卻也容易少了產品特殊性 少量精緻製作 就得接受做工繁雜 價格偏高的支持 其實可能很多時候有個誤會就是說 好像其他的東西怎麼樣 就會變比較貴 其實不是 它真正的這個價差 是在於它的技術難度 那 因為我們可能 大家可能會很簡單 就是說 我只是把竹筍加到魚漿裡面而已 可是其實真的要把竹筍加到魚漿 又要成功成做出丸子 它中間一定會有一些繁複的工序 它不是這麼簡單說 筍子切切加下去就可以做好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如果你這樣子做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可能魚漿根本包不住筍子 到時候掉光了 或者是加下去的 味道吃起來感覺不對 所以這些不管是味道要調整 或者是其他要讓竹筍不要跟魚漿脫離 這些都是一定需要它 比較多道工序才有辦法 把這兩個看似很簡單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 市場小攤的經營哲學 永遠有讓人驚奇之處 選擇不做大 是他們的生存不敗條件 早期魚丸的種類就很單純 口味也很單純 白白的意思 對 就是這幾樣 脫不了就是私木魚丸 花枝丸 起魚丸 當然是貢丸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你市場時 總是消費者會吃膩 你會開始去做一些簡單的變化 那簡單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 簡單變化也會變成大家吃膩了 所以你要一直變 你要一直變 那你一直變變到像你剛剛有提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 做得太雜了 我們也會想說 就這樣子最好也不要再複雜下去了 沒有錯 可是現在的雜是變成是消費者他想要 或者是我的客戶他想要 不是說單純我在研發的 我的研發從最早的主動研發 變成現在是被動的 就是說 有人知道你有這個能力 有人知道說你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事情 他自己主動來找你 當然也有他們的堅持 對小攤存在價值的堅持 結果爸爸年輕的時候 也有這個大量飯店來找說 我們就不要做市場了 他全部請我們 讓我們當技術總監 讓我們全部做東西都賣他 我們就不要在市場裡面做 也有這樣子 讓他開一個條件 你可能要到馬來西亞去 你要到哪邊去 他就完全當他的技術團隊 完全他的技術顧問 我們也曾經遇過這樣子的金主 對不對 那你要想 那時候如果接收了 那我的人生截然不同 就也不是這個樣子 我的人生算可能會截然不同 可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但是原本在傳統國民市場那間 小吃 小小間的魚丸攤 他可能就消失了 還有珍惜人情的堅持 比如堅持再忙 也要自己為員工料理餐點 堅持自己站在第一線買賣 那是客戶和老闆之間的情感聯繫 在這個市場裡 大家就像一家人 我認為那是一種興趣 只要你如果有興趣 你做這個你就會很高興 對 所以你看出品當時 大家感情很好 因為菜市場就像一個大家 你跟你們家人做的時間 沒有菜市場的時間 因為菜市場的時間 這麼久 一個家就來到一個家長 一顆顆魚丸飄香將近半世紀 裡頭包裹的 是帶有濃濃人味的市場生意經